我也聽過很多去伊朗的朋友說 其實也挺喜歡這個地方之餘 很想再回去 那次去完之後 我也是日改觀的 我都覺得如果有機會 我也會想再去 等一等 這張照片先定一定 這張真的很不伊朗 短褲 漂亮 伊朗真的很多漂亮 剛才說的那首歌 如果大家看視像的時候 會看到那隊樂隊 那幾個漂亮的波斯仔 很漂亮 波斯妹就出名漂亮 看很多電影 波斯電影都很漂亮 但波斯妹不用包頭巾的年代 有多漂亮 大家可以看這張照片 在1979年之前 波斯 即伊朗 是非常西化的 我還記得 當年 我也是同一個日本人 因為那時候 短褲多數都是日本人 對 因為他們很喜歡流浪 他們很喜歡流浪 去到德阿蘭 晚上跨街 走到Disco門口 Disco 被波斯妹妃女 給他們撩 給他們撩 不是我和他撩人 是他們撩我們 哇 亞洲仔 很棒 撩一聲 邀請我們去跳舞 那個年代 就是1978年 1979年 才塌 巴列維王朝 這個王朝 才塌 還是水尾 但是 雖然水尾 過到伊朗 就是 自由自在 完全去西方國家 完全是 沒有兩樣 一模一樣 甚至乎 德克蘭那個年代 比香港 當年的香港 應該是香港的1978年 比香港更繁榮 整個大環境 比香港更進步 即是大都會的氣氛 有都會的氣氛 但香港還沒有都會的氣氛 香港現在就有都會的氣氛 現在可以拍得到伊朗 是 又快就是伊朗都不如 是 大都會 不是唱衰 我們自己鄉下 看起來都是有這樣的機會 當然 伊朗真的很自由 放不放任 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伊朗的王朝 其實都是很獨裁的 一單為一單 他的王朝 其實都是很獨裁的 很專制 沒錯 很專制 專制得來 他又有很高度的自由 這件事 就好像我們 什麼呢 好像我們這個鄰近 不是大那個國家 鄰近 小那個國家 都是一樣 大都會 是 完全是國際大都會 還有他現在這個國際 最新那期的全球護照 很洗好用的 他現在排第一 是 他一向都是很強勁的 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也應該 但是 因為 因為 在那個年代的伊朗 自由 相對放任 都說行街 被波詩妹撩回頭 很開心 你說要不要包頭 當然不用包頭 完全是西方社會 原來的 原來的 書 男女同學 總之是沒有分別的 是 我過一轉去的時候 就給我第一個印象 就是 嘩 這麼繁華 因為我是從阿富汗進去 阿富汗在那個年代 已經是蘇聯化 被蘇聯已經控制住 所以 又是 就是 他在被蘇聯控制之前 的阿富汗 都是很西化的 都是很進步的 是 就黏起來之後 那幾年間 也有好幾年 不是兩年之後 一聲是沒有的 也是一個過途期 也有六七年 慢慢慢慢 被他完全控制 然後才被蘇聯佬 完全控制 變成蕭條 我在阿富汗進去 那時候的伊朗 仍然是很西化 所以有一個反差很大 是 由一個蕭條的地方 同時去到一個 大都會的地方 所以印象很深 還有就是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吃 為什麼呢 大魚大肉 當然大魚大肉 就沒有什麼 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 有 吃不起 或者不捨得吃 也不捨得試 通常吃他們的地道 後面也會有一張照片 就是那些碟頭飯 白飯 一堆紅粉 要不就配一條煎魚 要不就配兩條 及一條羊肉串 那些好吃 好吃的 好吃的 然後有一塊牛油仔 配搭的 這是很地道的 人人都吃 家家戶戶都吃 只要你出街吃飯 或者在家吃飯 基本上都是這樣 配搭 我記得那時候去伊朗的時候 晚上一有這個 其實大家都已經安樂了 因為一來 他們都會吃飯 不過他們那種米飯 就有少少 很硬的 有少少像印度的 Jasmine rice 那種 那種 長條形油 咬下去爽爽的 那種 未必 全部人都很習慣 那些飯 我不習慣 我不習慣 不過沒有 但因為有那些肉 那些肉 第一它燒得很好 很棒 那個肉味很濃 之餘 那些羊肉不是很鬆 但它 通常外面有少少孔孔脆脆 然後裡面有軟酥 和多肉汁 所以很開心 加上撒點鹽 又撒點辣椒粉 那類其實很野味 我另外說一段 整個攝製隊這樣去 我們也是老實說 二十四公 有預算 我們在酒店吃 有預算 但我們也不吃 我們也拉隊出去吃 去檔口仔吃 就是吃這些 嘩 多棒 接著吃一餐吃兩餐 吃三餐 第四餐 都回到酒店 多棒 這些波師妹 多棒 當時就是這樣 現在 如果是現在這樣走出去 就不行 一定被鑾石扔死 不止鎖不止塔 即是鑾石扔死 即是鑾石扔死 正那一張 罪名就是 任賤 其實都不用說 總之 罪名就一定是這 好 再說另外那一張 這張是近期的 現在的伊朗少女 女士 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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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頭巾 還有 很樂意 只要你問 或者有時候不用問 他會主動 反而會主動地 叫 露影相 是 很友善 還不止是女士 即是當地伊朗人 就是那個民風 就是很友善 很友善 我遇過這麼多位朋友 都去過伊朗的朋友 其實回來 我們那一段 就不算特別認識很多當地人 因為我們始終包了個街 還有一輛車 多幾個人一起去 另外有些朋友 有些自由行色那種 其實都認識到不少當地的朋友 甚至乎 有些人都會說 我們在街上遇到一些人 有時跟他聊天 又邀請他回家吃飯 然後又朋友了 你朋友之後 他又不是想 透過你得到什麼好處 或其他樣的 真朋友 他會令你覺得 其實我很想念這個地方 有時看新聞看到 可能他們有什麼事 暴雨 洪水 或其他樣的事情 他都會很擔心 伊朗那邊的朋友 現在不知怎樣 也有那個溫馨的感覺 經常會令他覺得 如果我將來有機會 回到這個地方旅行 我都會選擇這個地方 伊朗就是 去一次、兩次、三次 第四次都未必夠 因為伊朗大 對 這是他們現在這一刻的狀況 你看到他們的頭巾 有些都是退後的 我經常說到剛剛這個 中間這個位置 他們其實都很聰明 通常在大學 或者在年輕人聚集的地方 頭巾會移到這位 但是一旦出街 要在街上走 或者很多老人家 或者當地的社區 他們自然會頭巾向前面 如果是宵閒觀光 去公園玩 跟男生談心 就會退後 所以他們都很懂事務 看著的情況 如果知道這個地方 大家都是舒舒服服 悠悠閒閒的 在公園裡 在公園裡 便想到應該沒有人捉 大家都那麼放鬆 就會退後一點 我有一天 就是進去寫字樓 因為要做一些手續的事 有幾位女士們 就是拍拍丑丑的 因為我跟另一個拍檔 一起去搞一些 簽證文件 不是簽證 是搞一些 運一些車回中國 那些文件 就是那些文件 那進去 他們就有些拍拍丑丑的 真的是很舒服 很漂亮 還有遮掩掩 拌遮麵 我們 如果這些動作 我在包涵 一定不會做 在這裏 有少許輕挑 撩一下 跟我們一起拍張照 不是一起拍張照 跟他們拍張照 出奇地 他們又 類似很願意 然後排在一起 讓我們兩個人拍照 就想到他們 一起拍照 都還不可以 這個 是十多年前 都還不可以 現在 應該不會介意 因為有時候 我見到一些朋友 去伊朗 有時候都會黏在一起 不過減 他就是 有父母 有些其他人一起拍的 他們當地的人 不是單獨 跟一個單獨的外人拍照 不過我上次去的感覺 無論去到德克蘭 德克蘭 因為主要大城市 整體氣氛 是嚴肅一點的 因為大家很正規 在街上 很多人要上班 下班 然後各有各忙 但當去到周邊的 比較旅遊 旺盛的城市 例如 巴克蘭 又或者是 還有一個 是 斯拉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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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感覺到 那裏整個感覺 游閒一點之餘 是那裏的人 因為有些 都真的 自己伊朗的人 都會是內循環的 觀光的 他們一遇到遊客 比如遇到我們 覺得你亞洲來 甚至乎香港 他會很主動 每個男女都好 他會無端端 看見你 跟他們完全膚色 裝束 各樣的東西不一樣 他就很主動走過來 會問你 你好啊 可不可以跟你聊聊天 那你猜拖 第一頭 兩次一定是有點戒心的 但都在談 看你談什麼 磨底 特務 不知怕他 有什麼心懷 什麼目的 旅遊警察 對 談了幾次之後 才發現他們其實很好 他純粹 是很想了解一下 你在哪裡來 然後會問你 為什麼會來我們這個國家 你喜不喜歡我這個國家 他很喜歡問你 你喜不喜歡我這個國家 你覺得我這個國家怎樣 當然我們作為遊客 其實都很得體 的確他的地方很漂亮 亦都有很多東西看 我們會說 其實你的地方很漂亮 他們很開心 他們那種開心是打從心裡 說我真的很感謝你 喜歡我們的國家 他說其實我們的國家 真的不是那麼差 他們直接這樣說 你那一刻都覺得 好像很慘 其實我很感激 你沒有對我們這個國家 有很大的偏見 因為他很擔心 我們可能看到外面的新聞 或者一些 我們不是那麼邪惡 對 或者他一直被人灌輸 告訴他們 南美帝說我們是邪惡俗心 我們是個邪惡俗心 所以我們要跟他對抗 所以當他跟我們聊天 他問到我們 譬如說 唱好伊朗 伊朗大使 對 他沒有唱好 純粹是問你的觀感 而我們表示的觀感是正面的 我覺得伊朗的人很好 很nice 地方很漂亮 有很多東西玩 他們是打從心裡 覺得 真的很好 原來你都會喜歡我們的地方 真的很感謝你 真的這樣 這件事是挺深刻的印象 我的另一個體驗 就是什麼 跟你的那個 剛剛相反 是嗎 剛剛相反 我們當天 那隊攝製隊 是擺明的 是 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是 這個很大 當然 拍的都是唱好這兩故事 這個一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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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說 首先 如果你當我們去旅遊 不是當 我們去伊朗旅遊 在遊客來說 都蠻繁複的 包括簽證 簽證 簽證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有什麼狀態 我當年就需要有 那些 invitation letter 就全部要搞所有的邀請 就是你要找到當地的旅行社 然後由他去發一張邀請 接著就說 這個人就會有幾號幾號 就來到這裡 就住在哪裡 有什麼單位去接待 就這樣 現在呢 我先說第一段 1978年那段 哇 那個簽證 第一 我也不出去讓你簽 是 就是那個年代 後來也找到了 原來有伊朗的領事館 就在中環 還不記得哪一項大廈 都很高 進去 就說他搞簽證 首先就是那個接待 那個歌仔 就很愕然 有人去伊朗旅遊嗎 搞什麼 我愕然 我是去旅遊 接著就招呼了我入房 就談了一大輪 是 這樣 我又說個故事 這樣 我很仰望這個地方 一來我又要經過這個地方 才去到歐洲 最重要的是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 真的很神秘 真的不知怎樣 真的很想去 幾乎哭 接著就要是 他領事館 跟我寫封信 他跟我寫信 去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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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德克蘭那邊 做個報告 說有個人 類似有個人 要來 就跟我寫封信 等了幾個星期 起碼 才收到一個電話 叫我上去 再填表 他那邊擔保我 擔保我的意思 因為我沒有旅行社 我揹個爛鬼背囊 我沒有旅行社接待 我這樣這樣這樣 說到幾乎哭 多麼渴望 要交足氣 那當然 亦都是事實 搞定才搞定他的簽證 至於之後 那個簽證變快點 現在的簽證簡單 應該是2019年的時候 即是前幾年的時候 特區護照免簽 現在你可以拿一條巾 買一張機票過去 是嗎 就停留21天 有沒有變 我不知道 那一期就是21天 現在有沒有收緊 或者兩個星期 不知道 是 但是是免簽的 噢 即是現在這條巾 買一張機票 可以飛過去 幾於簡單 我之前都簽了一張簽證 還有如果你過了期 我試過過了期 過一天 在德克蘭那裡 搞慘了 延期才延到六天 其實我第三天已經離開了 現在簡單很多 至於去到當地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家可以適應 要適應 聽首歌先 回來再說 接著就去逛街看看 是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也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22971825 SERIOUS 1、2、2、4、5、5,1、3、6、4 我們可以看好嗎 我們可以看好嗎 我們有想像 我們可以看好嗎 感谢观看